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选址的不利因素转化为优势 同时游兮又是珠兮的诞生地 在火车站战情广场设计过程中 我先将这一不可或缺的珠子理学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规划建设了一批与珠子文化相关的雕塑景点和设施 我们的火车站今后将成为南来北往的客 必经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场所 也是我们游戏非常对外的一个窗口 那我们游戏的文化形象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珠子文化 它可以说代表着我们现在这种文化形象 那我们把珠子文化这个元素换在这个地方加以利用 有利于展示我们游戏的文化形象 扩大游戏的对外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规划设计建设过程当中 把珠子文化作为我们整个战前广场建设 最主要的一个文化元素注意来考虑 游戏火车站正面两根乾坤柱 分别高21.5米 合计43米 代表游戏线43万的人民 两侧的窗花根据游戏古建筑的窗花造型 所设计的装饰景 凸显了我们游戏古建筑的风格 广场以珠子一封为主题 十八根文化柱一直久久归一 也体现着珠西的礼仪分属 万物毅理的核心思想 文化柱上正面篆刻的是珠西的首技 背面则是阎山县令在全国搜集来的珠西的首技 用以教育示人 如何为人 如何处事 文化柱的两侧则雕刻着游戏的人文山水 充分展示了大美游戏的风光 广场两边的文化墙展现的是珠西倡导的行为规范 中校连结 人意理性 采用线雕画形式展示的26幅的珠西声瓶 30首珠西诗配画在全国还是首例 就是将他的生品用图案的形式 将他的诗配上图画的形式 让一般的老百姓更容易能够了解珠西的生品 了解珠西的这种诗文 了解珠西的这种深刻的思想内行 游戏的车站我看是个非常漂亮的车站 游戏车站的广场 树立了许多雕塑 珠西的诗句 体现了我们游戏迅速发展 也体现了我们游戏文人的一个火车站 希望大家都来游戏旅游 游戏火车站站前广场及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 总用地面积为238亩 规划定位为游戏交通枢纽 旅游集赛 休闲娱乐 文化展示城市综合体 打造福建省内独特的高台火车站广场 配套建设长途汽车客运西站 公交车始末站 生态公园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共121.18亩 总投资2.2亿元 随着我县水稻主产区的中稻陆续成熟 收割工作